如果你问我,到了2024年,最想知道的是什么? 我敢打赌你一定会说想要知道下一期彩票的号码吧? 可是,真的有人能够提前预知未来,你相信吗? 我每天钻研房地产数据,分析股票、外汇、黄金行情,实在让人枯燥。 今天,我就带你探秘几个中国著名的预言,看看未来的中国会怎样。 首先,我们来研究马乾克,我发现,他与推背图、乾坤万年哥梅花石之间有许多惊人的契合之处,令人震撼的是,这些预言对于庄固奥的未来有着相同的描述,而其他一些中国古老预言已有类似的说法。 这次,我们先从马乾克开始验证,推背图等其他预言由于内容繁多,我们会写成一个系列,分期推出。 马乾克的开头写着蜀汉诸葛丞相的马乾克,说是诸葛孔明的著作,网络上能找到很多关于诸葛亮的作品,最出名的是《前出诗表》,但是从来没有见过有马乾克这片。 事实上,现今流行的推背图也有类似情况,相传是唐朝袁天刚和李淳峰所作,其实这些说法都有待商榷。 据我的考证,有神秘作者假借古代大师的名义来创作这些预言,以便于流传。 里面批注的金圣炭也是托明,现在大家知道这一点就好,别再误解了。 之后我会有推背图马乾克的相关时间考证和作者出处的研究数据。 书归正传,回到马乾克。 其中有一个白鹤三生手缘的解释,这位手缘和尚将对马乾克许多内容进行解释,图中的解约就是手缘和尚注解的文字。 不过,这位手缘僧是谁?他生活在什么时代? 在马乾克第九课时,他会自我介绍,讲得一清二楚。 然而我发现里面存在着很多逻辑上的问题,这些我们会在马乾克历史考证中谈究。 马乾克共有十四课,内容相当简短,每一课讲述一个朝代,每课都有一个六摇组成的卦。 推背图则有六十项,一个朝代可能有好几项暗示,缭绘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。 因此,推背图有许多解释,魔棱两可,甚至文权相反的解法都有。 而马乾克每刻就是一个朝代政权的兴衰,例如,宋元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,如同火车车厢一般按顺序排列下来。 因为字数少,提供的信息也较少。 解法比较简单,带着大家一起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奥秘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